您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刚刚得到的这个消息呢 中国跟印度呢,爆发激烈的冲突 双方军队用棍棒和石块激烈打斗 结果导致印军三名军人上升 而其中一名呢,还是印军的一个高级军官 是一个上校 据说呢,中国呢,也有五个解放军被打死 还有十亿人受伤 但是呢,由于中国没有公布硕制 印度方面呢,也不清楚 因为中国呢,一切都是秘密 据说双方呢,高级军官呢,正在进行紧急磋商 但是目前还没有结果 事实上也很困难 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人口巨大的国家 而且权力结构呢,层级非常多 就是说呢,前线的指挥官 没有什么权力能够改变这个边境状况 所以说呢,我估计会谈呢 也就像过去几十年来的会谈一样 会流产,会没有什么作用 最近一段时间,印度一直在向边界征兵 中国呢,也在向边界一带征兵 双方冲突的现在目前主要呢,限于这个拉达克 也就是加尔万河谷到这个班公厕那一带 这个地方呢,很多人呢,恐怕有点困惑 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是寒冷的沙漠地带 荒芜人烟的沙漠地带 这个地方就是中国跟印度冲突的地方都属于克什米尔国 大家也许会记得克什米尔战争 印度和巴基斯坦围绕着争夺克什米尔呢 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战争 先是在1947年的时候 那时候英国刚刚撤离印度大陆 巴基斯坦呢,这个民兵和一些政府军士兵呢 就开始进入克什米尔 后来呢,印度呢,也进入克什米尔 双方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激战 最终呢,双方肢结了克什米尔国 而在这个期间呢 这个在这之后呢,中共占领西藏以后呢 也去站了,也插了一脚在克什米尔国 在边缘地带,也就是这个拉拉克 到这个加尔湾河谷到班公厕那一带呢 站了一小片地方 那一片地方呢,是荒芜人烟的 那片地方呢 再加上后来巴基斯坦呢 跟中共结盟 又让了一块地方给中共 这样呢,中共就成了克什米尔国的第三方 占领着 我在两年前的时候 在印度流亡的时候呢 哦,在尼泊尔流亡的时候呢 在那个,曾经碰到过一个 跟一个邻居交谈 他就是这个克什米尔人 他的这个说法令我吃了一惊 他说克什米尔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他说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他说在历史上呢 后来我跟他对照了一下 克什米尔在历史上呢 先后呢 最早是一个佛教国家 后来呢,是一个穆斯林国家 然后呢,又被这个西克帝国占领过 他的历史非常复杂 他后期呢,又被英国给占领了 然后呢,但是英国呢 把这个控制权呢 交给了这个印度王公 这个印度王公呢 我看他的这个姓名呢 应该是属于西克 他应该是属于西克人 也就是说呢 是一个西克家族管理着这么一个独立的国家 但不管怎么说 当年英国撤离的时候 克什米尔享有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 但是呢,印度和巴基斯坦呢 都欠于这个国家 都想肢解他 都想占一部分 这个国家呢 穆斯林呢,当然占多少 大概超过80% 另外呢,还有16%的印度教徒 另外还有少量的这个西克教徒 还有这个其他一些人 所以呢 这个现在的这个形势来看呢 这个克什米尔呢 有可能爆发第三场这个战争 克什米尔是高远 海拔呢 大概有4000多米 他的这个地势呢 比拉萨还要高 这个地方打仗呢 是非常艰难的 因为非常寒冷 以前我看过这个 印度跟这个巴基斯坦 长期在那个西亚清冰川 战斗的情景 西亚清冰川呢 就是一个双方的那个就是印度和巴基斯坦 双方的一个停火线 那个地方的地势更高 可能海拔跟那个喜马拉雅山差不多 然后呢 就是两国呢 成期派驻军队在那个地方对抗 拳打交替 有时候也开枪 有时候也会开炮 过去几十年断断续续的 而双方最大的敌人就是寒冷 西亚清冰川呢 不知道就是弄死了多少这个印度人和巴基斯坦 现在呢 这个中印双方呢 在那个地方的这个军队呢 据说呢 聚集了已经将近有二十万 也就是最近这几个月来呢 双方都在那里配处更多的军队 而在前线对峙的军队呢 双方都各有几千人 已经对峙了很长时间 而且经常全来交往 因为双方呢 有一段这个地域呢 是不清楚的 就是说始终没有完成化解谈判 其实呢 中共是过于贪婪了 那个地方呢 第一呢 本来是应该是属于克什米尔国的 中共如果要是眼界开阔一点 啊 这个地方是克什米尔国的 我支持克什米尔国 这多好呢 对不对 把这个领土把那一块控制去 可以交给这个克什米尔国流亡者 让他们在那地方可以建立 恢复一个小小的国家 这样才比较合适 而且呢 中国这样卷入进去以后呢 一旦这个双方在这个拉达克 也就是在这个克什米尔爆发战争的话 那么中国跟印度还有其他的漫长的边境线 就无可能爆发全面的一场战争 而且呢 中共的这个将领呢 当然现在分成两派 一派呢 主张呢 主要的这个解放军主力呢 还是应该部署在这个台湾 还是要司机去解放台湾 司机攻占台湾 因为呢 现在这个川普的这个态度越来越明朗了 就是不想介入这个遥远地方的战争 这实际上含着一个潜在的含义 就是说呢 只要中共对美国不构成威胁 对国际秩序不构成大的这个冲击呢 美国有可能呢 不太在意中共在它的周边地带进行战争 但是呢 美军最近有三艘航母在南海和台湾海峡一带活动呢 这个呢 说明了这个特朗普的这个立场呢 还是矛盾的 就是说呢 特朗普呢 基本上还是倾向于保护台湾的自由 而且呢 从美国通过的一系列支持台湾的法案也能看出来 美国人很在意支持台湾的这个独立 所以说呢 解放军实际上在台湾用兵的这个可能性很小 所以说呢 解放军另外一派就认为呢 那不如去打越南 或者去打这个印度 因为不管打越南或者打印度 美军不会介入 日军也不会介入 欧盟也不会介入 北约也不会介入 就可以单打独斗 这样一来呢 如果打赢了 那就可以威政四方 就可以形成地方霸权 就可以在东亚成为一个霸王 而且呢 中共解放军将领呢 非常愚昧 他们认为自己是非常能干的 也就是说呢 现在的这个中共领导层 不管是习近平 还是解放军的所有将领 都是一群蠢猪 他们一点都不知道 这个汉人军队在历史上 是没有战斗力的 过去两千年历史呢 汉人一直是挨打的历史 在抗美援朝呢 主要是苏军的装备 另外是苏军在指挥 如果单靠解放军的话 那很快就会被打得一塌糊涂 而且呢 这个汉人的这个军队呢 现在呢 已经服求到极点 现在解放军 没有什么真正的作战本领 他们主要是擅长互相折磨 当然喝酒 跌被子 走正步 还是不错的 但是真正在前线 是没有什么战斗能力的 这个呢 只有通过一场战争 才能检验出来 我认为呢 双方还是尽快打起来比较好 因为呢 现在打起来呢 还不至于使用核武器 就是说双方呢 可以使用这个军队 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来打法 因为两方面的军队呢 实际上都是比较原始落后的 比较 印度人在历史上呢 也是比较无能的 印度实际上是一个被英国人解放的民族 跟汉人一样 很多这个人呢 以为印度人解放了自己 那是一个错误 印度人以前就受这个巴基斯坦穆斯林的统治 莫威尔帝国的这个统治基础呢 就是巴基斯坦的穆斯林 所以说呢 这就是为什么 人数很少的巴基斯坦人 在每次印拔战争当中 都是率先开火 而且呢 几乎每次战争 都是他们挑起来的 因为他们一向藐视印度人 印度在历史上 也是不断 印度人跟中国人一样 是不断地被征服 不断地被这个屠杀 印度呢 是后来这个英国派出这个几千几百军队 然后打败了这个莫威尔帝国 逐渐地解放了印度人 它这个过程就是在两百年前 差不多就完成了 我记得当时英国出动的军队呢 都是很少很少的 规模很小 跟后来英国在中国出动的军队 也差不了多少 为什么说中国也是英国 或者八国联军解放的呢 因为依靠恨人自身的能力呢 我觉得到现在也不可能解放 满门帝国呢 主要是被英军和八国联军打垮的 从1840年到1900年 英军和八国联军呢 进行了多次的这个战争 基本上摧毁了 就是满洲帝国的这个精华 尤其是满洲人的正国之宝 也就是他的那个八旗兵 八旗兵非常忠勇 就是说呢 在关键时刻呢 他的这个冲锋呢 是非常可怕的 每次呢 他跟那个汉军 满军或者其他军队决战的时候呢 八旗兵阻力一旦亮相的话呢 那基本上 对方都是不堪一击的 所以说呢 当时咸丰皇帝呢 在1960年的时候 曾经呢 把这个 也就是说八旗兵的这个最精华的阻力呢 用来去向抵抗 把英法联军 结果呢 被英法联军的炮火和枪弹 无情地给摧毁掉了 所以从那以后呢 满洲帝国呢 就丧失了自己的 这个最强大的一个统治基础 也就是说 他的这个军队 他的这个最中勇的 最精锐的这个军队 所以说呢 后来呢 汉人一看 满洲人不行了 没有这个力量支撑了 才独立的 所以 信海革命 只是八国联军 或者从 的后果 甚至呢 就是洪秀全的那个武装起义 台平天国起义 都是英军 1840年 攻打中国的后果 而这个信海革命呢 纯粹就是 八国联军的反应 也就是说呢 它是一个必然的后果 因为呢 大家都看不起满洲人 觉得满洲人 已经没有能力了 颜面扫地了 他也没有实力了 所以才会顺理成章的 汉人就是趁机反叛起来 而且轻而易举的 就获得了成功 所以说呢 所以解放了汉人呢 谁让已经在跪在地上 267年的汉人 重新板掉这个 膝盖上的会站起来的呢 其实是英国人 是八国联军 好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您的观看 好